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真是全球热话 大家想想如果拜登继续 堅持下去选举的话 其实会不会对美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呢? 好了,今天的题目就是两脑相逢无人性 不是说他们无人性,是说没有一边是赢家 拜登就是应退就不退,大家在这个电视评论 都看到了,就算你看到新闻的片段都知道 他真的有点迟悶 但是这位资深政客 其实在任务内表现都不是很差 尤其是在反华方面,在制华方面 做得都不错,起码是让特洛普来得精细 但是如果他现在这样的状态不退下来的话 他不输得起的话,输的就会是美国 大家知道 Thomas Friedman 就是这个,费利曼本身是反特朗普的 直接是当特朗普的人邪教一样 基本上就是不共大天 但是这位费利曼先生在《楼梦时报》的专栏里面 都说到拜登是一个好人 同时是很有影响力的总统 值得被冥记 因为他在2020年管够了美国 令美国摆脱多年的特朗普领导 拜领美国走出新冠疫情的黑暗时间 通过了重建美国基建 亦都是恢复了大家的工作专业 并且促进了美国向绿色的经济过渡 真是相当美然 事实上是和他描述拜登 在美国眼中的拜登也算是有建树 那我们不是美国人就去驳斥别人 干预别人内政 但是这位《楼梦时报》的专栏作家 虽然是把拜登说到好像是美国总统的楷模 但是他接着说 哎 最终都是 如果他知道如何 是进退 或者何时say goodbye 那才是最好 而说到最后就是劝退 那可以说得选无可选 是吧 基本上他就不是赞拜登 而是希望拜登退下来 但问题是他的对手 特朗普在霍利曼眼中 根本就是不惜而领导 如是者就是一个美国人的苦悶 就说 选都没得选 7月2日有一位不知道哪间媒体的记者 我看了视频 都相当之凶狠 问这个白宫发言人 皮埃尔 究竟81岁高龄的拜登 是不是患了阿尔之海默症 好吧 挺严重的 阿尔之密海症 就是如果他可以继续做总统的话 他不知道可不可以治理了 这些是出现了痴呆 和这个叫做行动倒退的疾病 也可能会出现很多其他病发症 那么这位记者就得理不如人 直接问这位皮埃尔 你答我是还是不是 真的不要说那么多 那位记者语气很硬 令到白宫发言人 那位皮埃尔 都气得很脾气 就是说他都冷冷地说 就是挺败气的 你看他的事物 他建议你去问其他人的相同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要问我 你问第二个 什么意思 你问谁呢 那很多人猜 他可能叫你去问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常常攻击拜登 就是说他不适合当总统 就是说他不适合当总统 就是所以呢 发挥气了 这位发言人说 你问第二个 那第二个就是问特朗普呢 特朗普78岁 拜登81岁 是否比拜登差很多呢 那虽然在辩论里面 你看到特朗普呢 都相当之转数高了 转数快了 头脑似乎比较灵活 不过看他以前呢 他一上任 就是他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打破了很多惯例 就是说 完全就是不当中国是一个伙伴国家 直接就当为对手 还是第一对手 发起史无前例的贸易科技战 那同一时间呢 也都没有什么联盟的 对着这个其他的盟局呢 也都是相当之不客气 就是有很多的强制的措施 是要盟友去遵守 比如就是拒绝这个华为的5G技术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呢 都不可以和中国交易 那这位老人家呢 其实都是老人家七八岁 虽然是斗志高昂 但是问题呢 都有一些比较是畅底 那虽然他就是 好像比较是头脑清晰 好像是比较是正常 就是没有什么老人的那个 那个的职长 就是还很生猛 但是他声言说 一旦进入主白宫 就会加强对华的措施 那他身边的人都说 直接呢 要全面和中国脱钩 其实这些是很不理性的 是吧 那看来呢 特朗普呢 貌似就头脑清醒 不过呢 有合理的怀疑呢 他是躁狂症 什么叫躁狂症呢 我就不如把特朗普 去买到青山医院 我们上去看下 什么是躁狂症 躁狂症是一种 很严重的情绪病 患者虽然有两种的情绪 一种就是 粗狂 和抑鬱 在粗狂的 发作期间呢 这个患者就会是 情绪就是高傲 就是表现过分自信 精力充沛 满脑计划 你这些精装 经常都见到 在特朗普身上 那你说 还有其他的情况呢 就是当他很抑鬱的时候呢 他就会情绪出现很低落 对事物出了兴趣 很悲观 缺乏动力 病发的时候呢 他的情绪呢 就是抑鬱的时候呢 就会很低落 也不知道怎么算好 那你见到现在呢 他整身官司呢 你见到他有时呢 都挺低沉 正所谓叫低山 叫高山低谷 就是完全是写一个写照 那拜登呢 那拜登呢 也许呢 就是有股有信心呢 是要击败这个特朗普 再次击败特朗普 那他向这个竞选团队呢 就發表他的意见呢 就说 喂 我不会退下来的 没有人可以赶走我 我也不会退 就是说呢 雷打 天打雷劈 都不会退下 因为他继续要竞选 那么 那么 与此同时呢 美国两大的民调 一个华尔街的民调呢 就说 特朗普现在呢 48%呢 领先 拜登的42 比以前高出1% 一个百分点 纽约时报的民调呢 就说 特朗普现在呢 也都扩大了 那个的领先 领先3个百分点 达到49 他43 那么这个 美国大选是 影响全世界 嘛 今天竟然间呢 就是 好像白宫发言人说 喂 你问我 拜登有没有这个 艾尔斯默 这个 所谓的老人痴癌症 简单来说 我都不识 不是读得很顺 他那个 他的学名 他其实就是老人痴癌 你说拜登有没有老人痴癌的话 你不如问第二个 这个说话你问第二个 那个就是特朗普 如果我们没有估计错误 你找一个 你叫一个 躁狂症的人去答一个 是不是有 他的对手 是不是老人痴癌 是不是觉得好笑呢 是不是有些疑痴呢 就是 老人痴癌 有到躁狂症 这两个老人家 真的似乎 他哪个当选呢 对美国呢 都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 所谓可以复兴 再偉大的 这个希望 同时呢 也是 令到我们对民主呢 就相当之失望 因为经常来说 就是几十年前 大家都说 喂 喂 美国呢 就经常嘲笑 这些东方的 所谓的 社会阵营国家 就说他们什么叫 老人政治 老人政治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这些长期退不了 来 权力又交不了 整个国家机制有问题 那不用说 三四十年之后 就美国出现了更加严重 这个不是老人政治 是老人痴癌政治 是不是 就是说我这么说 就是我也是用回 这个美国的记者 他这样所谓的 所以他所谓的意思 那么 当然 阿尔之海默症 就是 我们用回学名来说 不要一直都说 叫人老人痴癌 似乎有些贬义 好了 阿尔之海默症病的政体 比起老人政治更加危险 所以 我曾经记得 就是民主派 当年民主派 跟人口水 比如说 民主政制是最好的了 有些贬义才是老板 是吧 你看看 现在有些贬义才更加深烦 为什么你贬乎我贬义 这个就是美国政治 为什么去到美国的 出现了一个叫做 不肯退下来的 所谓老人政治 或者阿尔之海默症 为什么会出现了美国的 阿尔之海默症的政治 我真的觉得是疑似 好了 柳袋有新闻去分析 好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接下期见 其我们下期见 离开 下期见 可能 不过 买趣 那么 绝请 陆